80後誕起,揭開新民主運動 老闆說你最高時薪只有20元 就算議案有多好 得不到功能組別價歡心 都不用指已獲得到 這班80後就示範給你看 沒有雙普選,香港就前途次感 但熱心公投價不止他們 港大票站調查發現 兩成四投票的選民 都是18至30歲的8、90後 你經常說要我們妥協 但是我們妥協了是否保證 我們之後可以有我們想要的東西呢 如果他保持功能組別存在的話 那個公義性、合理性 其實已經影響了 香港政制未來發展 連剛剛步入人心另一階段的 他們都趕過來投票 因為想盡回公民的責任 我今天有大胞胎 我想告訴曾特首 投票是一個香港市民的責任 亦都想反映廢除功能組別的意念 有人就認為政府冷待今次的公投 直接影響投票率 將票站搬到另一個地方 指示不足,宣傳不夠 見到很多打壓,見到很多不公平 所以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一班大學生還選擇 落手落腳幫忙拉票 因為由零至一位的客人 由一至二 根據今天之後 希望政府可以聽到我們大眾市民的聲音 去政府的訴求 告訴我們普選的行政長官 這個立法會 年輕人身體力行支持公投 而今次只是他們追求民主的起步點 即使今次公投運動的投票率不高 但它成功了 推高了大家對政治的了解 對政府不公平制度的了解 以及去關注這件事 日後如果有活動的時候 會有這麼多人出來